地震的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北京大学冯淌环维学院应用经济系的助理教授高宇 什么是人工智能呢? 它可以有许多个定义 我们这里采用一个一般化的描述 指的是利用计算机去完成以往需要人的治理才能生人的工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近些年的追溯发展 它催生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技术应用 比如说玩游戏、下棋、做推荐、自动驾驶 识别人的情绪、写诗等等 人工智能在一些任务中的表现已经超越了人类最顶尖的选手 那我们可以预见如何让人和人工智能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怎样让人类社会从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最大成功的获益 怎样紧轻人工智能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如 失业、贫质、分化这些问题的负面影响 都是极在解决的问题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光达了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交叉平台 这个交叉平台聚集来自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等学科的研究者 我们每个星期拿出一个小时围堵在一起 学习和讨论一个与人工智能和社会科学有关的话题 我们的平台试图从社会科学的角度 研究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新的发展积极 讨论技术的边界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虽然说到技术的发展总是激动人心 但是技术的落地和应用却往往是复杂的 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充斥着人工智能和算法在商业中的大量应用 比如说导航软件、打车软件、购物软件、社交软件等等 另一方面专业人员 比如说医生、律师和法官 对人工智能的接纳往往就滞后与其技术的发展 拿医疗领域的应用为例 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给医学领域带来的革命性的进展 比如说诊断、心脏疾病、用聊天机器人给出医疗建议 还有通过图片实验癌症等等 尽管已经有诸多证据表明 医疗人工智能的表现已经可以超越大多数医生 但是现实中医生往往不愿意使用医疗服务系统 不仅仅是中国的医生 医生对医疗服务系统的应用不足 是一个全球存在现象 怎样把医疗服务系统推荐给医生 让医生愿意使用 从而提高病人的福利 将于社会成本一直是实践中的难题 我们可以想象 医生和法官的专业人员不愿意接待人工智能 辅助系统 可能有好多方面的原因 比如说背后的伦理原因 责任划分的问题 法律问题 专业人员担心自己都会被取代 甚至是因为专业人员预见到所谓的对象 比如说病人或者当事人对某些特殊任务 使用人工智能的排斥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专业人员 他们的职业训练中呢 存在一些特殊的环节 使得他们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和依赖变形 找出这一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了解它的机率就可以帮助我们对症下药 设计相应的机制 提高专业人员对人工智能和激大成果 科学研究方法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现象背后有很多种可能的解释 那我们往往需要在所有别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 去探索某个变量的变化 对我们关心的结果的影响 那我和两位交叉平台上的小伙伴一起 在一个研究项目当中呢 探索在所有别的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 专业训练如何影响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依赖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在生活中我们找到一批专业人士 比如说律师 然后把他们对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和非专业人士 进行比较 无助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专业人士跟非专业人士的区别 不仅仅在于训练 他们还有很多特征是不一样的 那有没有哪个场景 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区别 仅仅在于前者接受了专业的训练 而两组人在所有其他的方面都一样呢 那这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场景 我们可以通过行为实验的方式来构建 我们招募力替民众参加我们的线上实验 所有的人都要完成一个预测任务 比如说根据一个人的初中地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模拟考的成绩来预测高考成绩 我们可以想象 这样的预测任务是有迹可循的 但是呢 又很难完全的准确 我们随机把一部分的背试 听到A组 另一部分是B组 所有的背试都被要求完成一个预测任务 A组的背试 每完成一个预测任务呢 都会收到及时的反馈 告诉他们预测值和真实值的拼差 而B组的背试 只有在所有十个任务都完成之后 才会收到一个延迟的反馈 那这些像A组的同学 每天起来作业之后 老师都会及时的批改 指出错误 而B组的同学 每天写完作业之后呢 就时辰大喊 过了若干天之后 老师一次性地把作业都批改完 那只把成绩告诉你 而没有机会对比和学习 与我们的期待相一致 我们发现 A组的同学 经过及时的学习和反馈过程之后呢 预测的表现 已经显著好与B组的同学 我们把A组 称为专家组 因为这些背试 得到了关于预测的训练 而把B组称为非专家组 在接下来的任务中 每个背试 在作业一次预测之后 会收到AI的建议 告诉他 AI的预测分数是多少 然后背试 可以根据AI的建议 修改自己的预测 我们发现呢 跟非专家组一起来 专家组的背试 在接下来的预测任务中 对AI的建议 给予了更高的群众 也就是说 他们更多的 根据AI的建议 对自己的答案进行了修改 所以我们的发现 与传说中的 专家对AI的不信任 是刚好相反的 这说明 专业训练 本身并不会催生 对AI的不信任 得到了这一个思路的答案 我们就可以继续出发 从其他方面入手 继续探索这一问题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提见三连 如果想看到 更多类似的视频 请大家关注我们北大光华地震 欢迎订阅好